秋味這個東西滿了,幹你們 牙膏目前面對秋味的戰績是5-1 19年周期賽0-1 20年MFC2-0 今年MFC3-0 你們覺得兩人之間有血脈壓制的情況嗎 都這麼流逼了吧牙膏 牙膏打秋味勝率這麼高嗎 都輸了個一把 这190的输一下 这输的一把还是BO1 BO1等于不算 等于你预期好 不是 什么进光啊 190你还告诉哪个队啊 京东啊 呃 全是京东 如果你想不起来的话 可以帮你回忆一下 对 就是那个 田击赛马事件 哦 哎 难道说Toby在跟牙膏兑现的时候 只说四个字他不会玩 然后发现我还不会玩 然后自己聚集 主要是没 但是我说实话 Toby就是改变了之后好厉害啊 确实 他现在完全就是全能 他以前是怎么只会吃那些冰 就我怎么样都要把冰吃了先 他现在就是太猛了 太变态了真的 有点 Toby以前的比赛 都剩两个刀 都有TP都去补 对 所以说只能说晚年的 晚年的Toby跟今年的比 不太好说 有一说一 今年抽味有点猛的发瘟呢 对 今年真的挺猛的 整个圈局都挺猛的 我圈局下路也好猛 整体下路也很猛 猛的发瘟呢 两个人 有点猛的 有点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